亞洲鋼鐵廠被號稱是烏克蘭的400壯士 原本他們烏軍非常強悍的告訴大家 即使站到一兵一卒 他們絕對也不會撤出這一個地方 但昨天的變化非常的急劇 在一個月前普京告訴大家 他指示俄軍不要強攻 你知道圍堵他 一隻蒼蠅都不要飛出來就可以 顯然用現在的結果來看 烏軍已經正式的投降 600多人一起投降 以結果論來講的話 普京當時這個戰術 顯然是奏效了 可以看到從馬里乌坡來 亞素鋼鐵廠撤離的烏軍 剛剛有一說說600多人 有一說說200多人 已經被送往俄軍控制 但這個非常有趣的 在我們看到的真實狀況 是烏軍已經是 在這個地方是戰敗 是投降 變成是戰俘了 但是在西方媒體裡面 在美國人 尤其是美國人的用字 他們的定義裡面 叫做這些守軍 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他們現在就是進攻跟撤退 有點像我們以前打敗的時候 說轉進 用的詞比較好聽 這是一個不同的定義 烏克蘭的副國防部長 馬列爾他告訴大家 會進行戰俘的交換 這等一下要問亮哥 為什麼會變化這麼快 一兩天之內變化這麼多 這個俄國的國家議長 也告訴大家 說他們應該是要被排除在任何戰俘交換的協議 還有包括他們的這個國會議員也說 對撤離的部隊應該要進行審判跟處決 講得很硬 倒是普京他的用字 他說我們一切都按照國際的標準 按照國際的遊戲規則來 感覺他們的國內裡面 有非常兩極的 對這一些這個戰 在亞素鋼田機場裡面投降的這兩百多個人 他們的情感急劇的很兩極 有人如果說就把他當作戰俘來對待 但有人講不行 一定要處決他們 所以國會議員還要進行投票 那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攻下來了 現在看起來好像大家的分析 都是下一個重點 就可能在頓巴斯 頓巴斯西方的這個消息講說 頓巴斯由普清跟總參謀長 之前傳出來說他被炸到腿的這個吉拉西莫夫 他直接做戰術上的決策 他說這個非常非常的罕見 那還有包括習近平現在也受到波及了 習近平在這個世界上 一些媒體都注意到 在人民日報裡面 他們直接發文禁止離退的幹部 講一些已經退休的元老 有人講說是針對朱鎔基 不可以這樣妄議中央 有人說是因為他針對疫情 有人說是因為他在烏俄戰爭裡面 太輕惡了 造成國家的一些損害 所以這些元老忍不住 就出來講了幾位 有一些文章就流傳在他們的 這個互聯網上面 但是現在就告訴大家 不要來妄議中央 要鞏固領導中心 亮哥怎麼看 這個亞素營還沒有完全結束 他只出來了部分人 那裡面有53個是傷兵 那為什麼俄羅斯會有不同意見 因為如果是烏克蘭的政府所屬的軍隊 那當然就是戰俘 可是有一些是外國傭兵 因為亞素營有一些人是外國人 所以戰俘裡面是有一些 他裡面是戰俘的 亞素營這個部隊本來就有很多人是外國人 我是說戰俘投降的這一些是傭兵 不知道 你要查才知道 那當然有人就認為說 裡面可能有一些是傭兵 那傭兵是不能作為戰俘的 那俄羅斯事實上也有表態過 在國際上的規定裡面 傭兵抓到的話是直接處決嗎 就不受國際法的保護 那要怎麼 不一定處決 可是我可以把你關起來 可是就是不受國際戰爭法的保護 所以他要做區分 那還有一些人是不出來的 有一些人就是說我要打到死 事實上那個亞素營的旅長還在下面 所以進空這個說法不完全清楚 沒有 沒有進空 事實上有兩種人還沒有出來 一種就是鯊魚 就不知道誰 還沒有出來 另外一種就是 他們一直說有一個大頭 有一個很重量級的人 就是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想亂猜 那到底是誰 沒有 因為我很少看過 有人說是跟美國政權很有關係 也傳過加拿大 也傳過美國 也傳過英國 也傳過法國的情報官 不知道 但是很少看過一個國家 要救戰俘花了這麼大的力氣 因為烏克蘭又不是只有這裡有戰俘 為什麼要特別救亞素營 二軍也不是不讓你投降 你就出來投降 按照戰爭法來處理 戰爭結束你就會被放走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可能會暫時被拘留 然後在一個營區 等戰爭整個結束 你就會被放走 這個戰爭本來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要還要去找習近平 還要去找教宗 還要找聯合國秘書長來遊說 怎麼這麼忙 是不是裡面有什麼樣的人 不便曝光 當然就會有人這樣推論 不過還沒有完全出來 這個只是一部分 我覺得俄羅斯也是在展現一個善意 就是說我沒有不讓他們投降 你不要以為我要把他殺光 可以投降 所以他就做了這樣的一個動作 可是他們內部確實有不同意見 因為裡面有人甚至說 亞素營的外國人有高達30%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知道 因為他吸收了來自全世界的右翼 所以我們真的不知道 那確實俄羅斯現在給他的感覺 是他在撤 比如說哈爾克夫他就不打了 那他目前可能就是鞏固他既有 已經佔領的地區了 譬如說那兩個共和國 盧干四哥還沒有打完 就再打一下 然後馬力波跟赫爾松 基本上已經打完了 那他就開始做鞏固的動作 譬如說就培訓當地的武裝 然後成立民政機關 開始可以使用盧布 這些動作這樣 所以我的感覺是 接下來的動作應該是等 折倫斯基下令什麼時候要做反攻 因為他也得到了不少重武器 所以一般人估計大概就是六月下旬 之後他們可能會有反攻動作 另外一個時間點在六月下旬 對 可是那個時候就攻守異位了 這個時候就不是俄羅斯要打了 是烏克蘭要反攻大陸了 亮哥讓我想另外請教一個事情 美國史上第一次他們的國會 眾議院來舉辦這個所謂的優服聽證會 有史以來 這應該也是全世界第一個 國會很認真地來討論優服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的軍方 包括他們的海軍情報局的副局長 還有他們國防部的 專門負責這一方面的副部長 都一起出席 兩個最重要的人 而且他們在報告的時候 還公佈了兩個影片 包括有一支影片 我們來直接看這個影片 第一支影片是F-18 在飛行的時候他發現說 其實他已經飛得非常快了 但沒想到前面出現了一個亮點 那亮點時間非常非常非常的短暫 這個是已經放慢了 他其實整個出現的時間不到一秒鐘 所以軍方也覺得很困擾 我沒有辦法解釋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而且時間短到 我沒有辦法有足夠的資訊去判斷 他到底是什麼 這是軍方自己講 軍方自己公佈的 第二個可以看到是在2019年 拍到一個三角形無人的飛行器 這是在夜間拍出來的 他整個形狀就是一個三角形的狀況 軍方後來他們認為傾向相信 是一個無人的飛行器 他認為不見得是幽佛 可能是人類的手筆 那這個布雷海軍的情報局副局長 告訴大家說 他們發現最近的二十年來 這種狀況越來越多 美軍觀察到一百四十多起 成立的國防部任務小組 官方登記數量已經增加到四百多件 從現在可能因為有專責的單位 或者公開資訊 所以數量增加很快 比以前還要更多 他們關鍵到有一件事情 他們認為有可能根本不是什麼優附 很有可能是中國或俄羅斯 在做軍事的探測 可是這個是在美國境內 對 就是闖到他們美國 這是軍方講的 他說連他們美國的核武的基地 都會出現這些 很顯然是有準備而來很針對性 亮哥你怎麼看 以前的優附都會出現在核武附近 包括核電廠 因為他們 因為自從日本那兩個原子彈爆炸之後 外星人就知道 地球人掌握了毀滅地球的武器 我不知道外星人在哪裡 他可能是從地底下出來的 有一縮 有一縮 在地底下有海裡面的 有外星來的 可是總之就是 從核武之後才會大量出現 而且很多都是出現在 核武基地還有核電廠附近 不只美國這樣 俄羅斯也是這樣 那他們有出判用意是什麼嗎 用意就有了解你 你是不是要亂搞 你不要搞到地球都沒了 人類如何自己毀滅這樣 我不知道 我又不是外星人 我哪知道 我也沒有抓到一個 所以還是個謎就對了 就沒有人真的跟一個外星人聊過天 那美國為什麼 因為這個讓他就覺得說 以前優附好像感覺是茶餘飯後 雖然說很多人相信 可是美國國會辦聽證會 這個有史以來第一次 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因為以前軍方不願意公佈資料 後來有一些退休 然後隔了20年才出來爆料的 不然他也有行政的歸宿 不能亂講話 這一次是美國政府 願意配合國會來放影片 這個真的第一次看到 因為以前都不能講 那亮哥像你講說 他們現在拍到的很多 其實在美國自己的境內 不管是海或空 他們說 但是他們研究的 就可能不是真的是外星人 很可能是他們的敵軍 中方或俄方 對 可是在美國境內 如果中國的東西可以飛到美國 美國自己都沒有抓到 這事情就大條了 對不對 你第一個那個比較可以理解 就是外星人的科技遠超過地球 所以人家閃一下瞬移 你根本不知道他哪裡來的 對不對 一瞬間就不見了 這就變成一個無法解的謎 美國希望大家可以幫忙來解答 還有另外一個謎 中國大陸的東航 在今年3月21號的時候 發生不幸的空難 這個畫面其實震驚了全世界 當時造成了132人死亡 這畫面其實很恐怖 他飛到廣西的時候 是整個直墜下去的 有人當時有各種的揣測 你看到這畫面 直直的墜下去 那地點就在廣西的吳州 這畫面當時非常非常驚訝 也造成了高達132人死亡 現在美國的媒體華爾街日報 直接告訴大家 就是東航墜機的時候 有一個黑盒子顯示 他們這個紀錄裡面告訴大家 說他是被蓄譽人為的 造成了俯衝 他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他說是駕駛艙裡面 駕駛艙裡面其實是有三個駕駛 多達三位駕駛 就是駕駛艙裡面這三個人 其中有人 某人的指示來行事 但是也不排除 可能是飛機上其他人闖入了駕駛艙 造成墜機 但是還語帶玄機講了一個重點 他說重點是中國政府 沒有給美國完整的資訊 所以這個真正的內容 到底是誰去動 我們也不知道 但我特別強調一下 華爾街日報這麼重要 美國這個大牌的媒體 但這個新聞裡面 他的消息來源是非常的隱晦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所以你在解讀他這個媒體試圖上面 要可以注意到這一點 好我們來細看一下 假如真如果美國媒體帶著這個風向 說他是墜機 有一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是後來墜落的軌跡 他在最後接近到地面的時候 他其實有奮力在往上拉伸 是不是這個過程中 假如真的有截機 是不是截的過程中 一度又要試圖可以得到飛機的控制 但是可能無力回天 所以他繼續又墜下去 就是掙扎的過程當中 可是來了 如果說是三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額微 那個故意要墜機 那另外兩個人怎麼沒有制止他 如果有人衝進去 因為駕駛艙是有鎖起來的 他如何衝進去 這個過程中其實需要一個很大的時間 怎麼會前面完全沒有任何的徵兆 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截機的時候有時候你不方便 做任何的反應 你可能被瑕疵 可是他們有一個代碼 可以緊急代碼 你只要按7500這個代碼一出去 所有的人地方 這個地面上的塔塔 都會知道你被截機了 會發出這個訊號 3月25號的時候 這個中國官方也是被問到 同樣的問題 說他們是不是有發出截機 當時都說有 可是官方說沒有 他沒有發出7500 他為什麼是緊急代號 就是讓你在不方便的時候 可以發出去 可是當時他都可以有辦法做後面 這一段處置 所以到底是不是截機 現在就是一個大家很討論的 東方航空告訴大家 其實他們之前調查出來 還是沒有證據 可以證明是機械的問題 那民航局一直強調 三位機師 包括他們的身心 家庭狀況跟財務 都非常良好 請大家不要做無謂的揣測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有人說美國媒體用這樣子 其實消息來源不是那麼明確的報導方式 很明顯的就是放話 放話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把這個失事 直接導向為人為因素嗎 因為這個所謂失事機型 是波音的7378把失事 同一個機型過去16年已經發生了16起的意外 所以包括中國大陸 但是有一說 說這一席已經算是全世界裡面 老牌的已經非常穩當的機型 有兩種非常極端的說法 但也有人講說美國媒體故意放風向 而且美國官方的調查 其實還沒有正式出爐 還有另外一個 如果講到劫機 或者是機長要輕生的狀況 之前就有傳出副機長 也是照片帳這一位 張正平 他其實已經將近快要60歲 59歲 他是所謂的五星機長 他是東航第一批 龍登為五星機長的 他的飛航時速還有他的經驗 已經飛了40年 時速超過3萬小時 他是祖師野籍的 現任的很多飛行員 都是他的徒子徒孫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優秀 但新聞有特別提到 他最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被降職為副駕駛 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當時在4月期間 有傳出網路上 說有他親身 之前寫的一個遺書 說他認為東航的管理失當 東航的管理不人性 還說他投資恒大地產 炒股出了問題 血本無歸 但是這一些說法官方都否認了 官方還是再一次強調 身心沒問題 家庭也沒問題 財務方面都沒有問題 楊明怎麼看 其實這個案子 要把它解讀開來 因為現在兩個黑盒子 其實都找到了 一個就是所謂的飛行數據紀錄器 另外一個叫做座倉語音紀錄器 就是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立刻還原 那這兩個黑盒子 如果在都沒有損壞 可以去解讀的狀態下 這兩個黑盒子 後來都有送到美國 現在都送到美國去了 現在都在美國 所以這一篇報導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間點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講這個波音 推給波音 就是說波音到底澄清 本來如果今天是中國調查 那波音那邊公司會很擔心 會不會我們這個 中國對空難 導向說是機器的問題 中國政府在對這個空難的調查 平均公佈報告的時間 大概是兩年 所以可是因為東方航空 他已經讓他旗下所有同機型 已經恢復了 他停廢一個月之後就恢復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跟這個機型的機械 應該看起來 整個整體來看 不是所謂的機型的固定的 這種結構性的原因 看起來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這篇報導出來 波音程度是 美國人不想等這兩年 波音公司也不想等 因為華爾街日報 過去揭露非常多波音內部的 一些比如說製造的一些瑕疵 或等等的問題 所以他們跟波音 應該有一些管道 會不會有人 因為比如說波音公司 他發現說 如果這個案子 我沒有先把這個東西解釋清楚 接下來我要賣飛機不好賣 是不無這個可能 所以幫他們先做一些 商戰上面的消息風向 因為華爾街日報 其實是一個很權威 在國際上 它是一個有一定地位的報紙 所以當他今天用這個很匿名 很隱晦的方式 來揭露這樣的訊息的時候 某種程度 就是說大部分人會相信他 會相信華爾街日報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他有可能是所謂跟波音公司的利益相關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人為的因素 其實我問過 我問過有開過飛機的機長 他說他們第一時間看那個 三月份四月份 看這個報導 這段時間看 他們也都認為 人為的因素可能最大 為什麼 因為要垂直 他說我們開飛機 即便是今天機械故障或什麼的 也理論上會滑行 不太可能會是垂直下降 但是誰讓他垂直 這是一個問號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那個語音 比如說今天如果是其中一個人 他刻意要把他往下這樣俯衝的時候 另外兩個人為什麼沒有阻止 你要還原這個過程 或者是有人闖進來的話 為什麼其他三個人沒有阻止 就是說如果是節機 好 那為什麼 就算沒有阻止 所Mayday各種訊號都沒有發出去 安安靜靜的就直墜下去了 沒有 這裡面有太多很詭異的事情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就是這個語音記錄器 要把它還原 可是在目前 老實說我們這個當然還是要看 最終的報告 可是在現階段 你看以這個中國大陸那邊 網路上流傳這個說 副駕駛張正平說是為了報復公司 他就是因為他被降職 所以他要報復 所以他用自殺式 因為他的這個 說他什麼投資失利等等 所以他要報復 這個說法 其實那一篇文章 也被很多網友去發現裡面 有一些矛盾 例如他們就舉 他說什麼 他什麼猛力將這個操縱感 往上一拉 然後那個飛機就往下衝 然後那個董 你知道董那個開飛機 他們就說你往上拉是往上衝 那個機頭是往上不是往下 所以他那篇文章裡面 也有一些被人家抓到說 不符合邏輯的地方 那更何況他去扯那個 恒大地產的這個 這個投資的這個失利的東西 某種程度他是把這個整個責任 導向現在中國大陸的領導班 某種程度是在製造 中國大陸內部的矛盾 所以這篇文章後來被很多的 中國大陸的官媒趕快澄清 因為他們都想到說這是謠言 比較可以說服人家的是 他用的這些專業的術語裡面 都是錯的 對 沒錯 這是不是專業的人寫出來的東西 所以連中國民航總局都說 要對這一篇文章散佈的要去報警來 要由他們的公安來處置 認為是造型的 這個非常嚴重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是人為造成還是機械故障 有理賠的問題 理賠 如果是人為的 公司有責任 對 而且那個可能 保險公司就不會賠給你這個動法 那錢大了嚇死人 現在還有一個更大的爭議 台灣人在爾灣發生的槍擊案 到底怎麼回事 更多的內幕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耀週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